男人得到了天下无敌的屁魔剑法 在吉阴吉阳之地闭关七七四十九天 终于炼成了屁魔剑法的第二世惊魂夺破 炼成惊魂夺破的一水寒 在无法无天的剑意下 来到凡人谷准备大开杀戒 看着大物弥漫的凡人谷 无法无天的心中庆幸万分 若是寒山老了还活着 仅凭他部下的迷雾大阵 就可以让他们两人寸步难行 丹丹突然出现用出了血残弓 吹声出血残丝困住了一水寒两人 无法无天惊慌无比 反观一水寒则是稳如泰山 只见他面露不屑之色 竟然用意念驱动屁魔剑出窍 一剑斩断了丹丹的血残丝 一水寒用迷魂射魄控制了丹丹 无法无天剑状就要上前补刀 却被一水寒及时叫停 他留着丹丹还有大用 与此同时 龙刚领悟出半朝天火燎园后 修炼起玄弓合体信心大增 他们四人合力之下 竟可以轻松挡住东方白石的唯我独尊 我刚才用了五成功力 仍不能破阵 玄弓合体具有如此威力 破屁魔剑只可带了 东方白石见玄弓合体大有进步 不由的喜笑颜开 鼓励众人要再接再厉 而就在这时 沙神听见身后有脚步声传来 转过身看去发现是丹丹 丹丹没有表现出半点异常 只是说前来看看玄弓合体的进度 龙刚见到丹丹到来 连忙来到丹丹的身前 感谢丹丹之前对他的鞭策 谁知丹丹眼中红芒一闪 竟是拿出匕首突尸偷袭 白刀子进红刀子处 龙袖见识不妙上前阻止 被丹丹一掌打退 沙神看向丹丹的眼睛 不慎中了迷魂射破 自愿死在了丹丹的手下 易水寒也在这时现身 猛地挥出了擎片劈力掌 打了袁孝天几人一个措手不及 纷纷倒飞出去狼狈万分 无法无天也趁着混乱 点了龙袖和丹丹的穴道 带着两人离开了凡人骨 易水寒眼见龙当受伤大局已定 开始质得意满了起来 易水寒运起全身内力 再次用出了擎片劈力掌 可面对功力深厚的东方白石 擎片劈力掌显然还上不了台面 易水寒见不起作用 射起一旁的栅栏撞向东方白石 东方白石往后退去的同时 用出唯我独尊将栅栏一分为二 随后挥出一道霸道的刀器 逼得易水寒越上半空 神兵屁魔剑再次出敲 袁啸天三人见识不妙 联手攻向了易水寒 却被易水寒一招击败 这让易水寒非常的不屑 就这么随随便便的 想对我的迷魂射破 可笑 东方白石被一剑打退 已经没有了反抗之力 他让龙刚四人大局为重赶快离开 自己则是留下替几人断后 至此易水寒大获全胜 擒住了东方白石和丹丹三人 而袁啸天四人利用凡人谷的密道 摆脱了易水寒的追杀 武功全废的北唐诺 凭借寒山姥姥的迷雾大阵 暂时困住易水寒得以脱身 如今的当务之急 是找一个安全的地方 既可以躲避易水寒的追杀 又可以让龙刚养好伤势 和练玄弓合体对付易水寒 而这样的地方 袁啸天恰好知道一处 易水寒绝对找不到哪里 西雷玄弓 黄天不复恐信任 我终于练到了西雷玄弓的最高境界 他们也关闭吧 以及马上